你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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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這個 色義來研究就是這個第五項 這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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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很注意聽 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很注意聽 因為白尾已經說過了 那個本文 經文裡面 剛在第一項人 白尾已經說過了 現在來注意這些面相 這個色義好為菩薩 佛祖無為 為修學空 佛理空為正 修學無上 不理無上 無俗為正 這個法有優位到無為 這樣 優位就是因縁法 法法就是這個屬性的法 都總是叫做優位法 佛德說的法 還是優位法 因為這個是方便開始這樣 方便開始的法 就是八萬四千法 八萬四千法 就是要因縁中性 入無為法 我們知道齁 所以那個無為就是無助 不是因縁所生 所以那個叫做空力 但是菩薩 他已經突破 他違反 已經清楚 貼政無為了 但是他貼政無為 他就可以解脫了 實在解脫 但是他不足無為 他沒有接那個無為 還沒說要由 這樣來解脫了 所以這個怎麼說 佛德不足無為呢 他就說修學 空 不理空為政 修學 無上無作 不理無上無作為政 那麼這個我就先說一下 不理無上無作為政 因為這個 是上 空 這個空無上無作 是上 為空 為空 這裡是上 為空 上 為空 再來 是上 誰 側後 目為 著 那麼這三個 叫做無為 整項 空無上無俗 就是這個水面無為 無為法 無為法為空 無為法無上 無為法無俗 這樣 大家知道齁 所以這個空無上無俗 就是叫做究竟的立環 要注意這點嘛 究竟的立環 那麼下面這句說 不理空為正 事實說齁 我們叫學發的人 就是要正空的師匠 學發的人 為到正空上師匠 為到正無上師匠 為到正無為之師匠 為到正無為之師匠 我們今天在這個 修行禁修的中間 我們的重點是在這裡 但是菩薩 就是說你已經修學空 已經修學空 我知道 反正是空為實上 也知道實上無上 也知道實上無俗 也知道實上無俗 因為這個無俗 就不是元氣 所生的法 不是元年所生的法 所以這個比較叫實上 無為上 這樣 佛山也知道 但是他不正 不理空為正 那麼修學無上無俗 不理無上無俗為正 那為什麼比較這樣 他就是正 但是一定沒有正 可以正 就是說他不足 不需要正正 那麼來 我們自從這個 再用明相 給我們示明一下 這個明相再示明一下 空無上無俗 這三項 也有三項 在明相上 也有三項 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三邁 這樣 這個頭前有說過 當然有了 還有印相 但是這次是頭前 已經有說過兩邊了 齁 另外一個明相 叫做三改團 這樣 因為正 空 無上無俗 就可以改團 這脊 可以改團 所以叫做三改團 那麼 在這個實體論 裡面 成為三項 我們叫做三項 就是說 可以 可修自行 譬如說我們今天 還不正 空無上無俗 但是一定要 每一個 這個三項 正 空無上無俗 這樣叫做可修自行 這樣 可以修 我們今天就是 為了要修這些 所以修了 如果是已經正 那叫做三改團 就是三項 可以讓我們 留心 改團的意思 意思是說這樣 但是這個項 它不就說空無上無俗 這個叫做三項 三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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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項 但是這個項 有一個項 有一個項 叫做優勞的項 齁 和無勞項 這樣 這個優勞項 譬如說 這個收頂硬的人 也是項 但是收頂硬的 這個優勞項 它是不二三改 就是一個 譬如說七改 跟無七改 這個有什麼是收頂硬的 這個叫做優勞項 這樣 注意七點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四項 四項就是這個項 他們就說打三拳 或是說 腳不掉就要打坐 他如果不知道說 到底什麼叫做實在的項 什麼叫做閃燒 做實在的閃燒 他如果說白人就這樣 我多人這樣做 拿兩盆燒起來 他就看著要做 這樣就沒水準 齁 讓你優勞項可以項 真正常可以項到世界 跟無世界 不然還要有這種水準 也很少 齁 齁 所以如果是落在 這個優勞項 就是不二三改 這樣 但是無勞項 這個就是脫二三改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差別 這個頭上都有說過了 齁 齁 齁 所以這個台地道論 二十個講到這樣 立番聲優三文 所謂空無上無作 就是行出法的改團 倒無於立番 於是 顧面立番 這樣 那這個內容是怎麼說 立番的聲 就是說要入立番的這個底 齁 齁 有三條路 三個門叫三條路 齁 齁 就是空無上無作 空就是讓我們體力去正式 空有它是最 空是無作 不是主作的 沒有這個 這個叫無上就是無主作 是最無上 是最無主作 就是去正空力的意思 就是由空 立 空二丁 正式體上這樣 所以這個叫無上無主作 如果是可以照這三條路 下去燒 會有 這樣不斷 自我生生 甚至呢 以這三條門 來到浴中生 有哪可以到達到這個 這個無意立番 這個無意立番 就是佛道的生生 如果是優意立番 就是勒漢道這樣 勒漢道叫做優意立番 說無上chsel正陽正朗 所以這些 胖明三文的 align 中間就是解答文 所以我們有在懒教到說 有清一首隹解答文 當然一定要改 例行空為實相 空,實相為空 實相無上 和世上無俗 一定要這樣 就是正本主立盤本無生死 無中的真理實體這樣 這個意思是這個說明這樣 那麼這個我們再來分別給我們說明一下 分別給我們說明一下 第一 叫做空三麥 這個空三麥就含荷鐵之空 和無後以形上相應之三麥 那麼這句話怎麼開始呢 就是關主法是因緣所生法 一切法 都說是因緣所生 所生的法 所以叫做所生法 實在無後 無後所有 那麼這個無後就是無人後和無法後 這個無後 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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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才 collateral。 他沒有死借, 他沒有死借, 他沒有死借我。 他這個都沒有死借的我, 没实在过 這樣 這樣 買了這句來就能夠了解了 無人物 就是說這個生活是數代合法 跟五穩合體 數代跟五穩合體 水會風頭 跟這個受傷形式 這樣合體 所以原生原別 這句說因緣所生 所以沒有一個人知道我 但是還在無一切法 一切法 如果是用我們小弟來講 就是說無五穩 無五穩就說無情比我們個人所執的 一切上 一切心 跟一切思案 這些都沒有實在性 這個叫無法五 他們的法就是包括一切法 那麼第三個 第三就是跟我們說無祖五 跟無頭五 我沒有失 那麼白人有怎麼沒實在 這個叫無五 所以不可以那句話叫一切無實性 補或無五 就是說所有的 一切法沒有實在性 所以叫做無五 這樣 但是既然無五 有怎麼無五所 還有五 不能主宰 既然世間法沒有實性 我的生活沒有實性 我照片的東西沒有實性 一切法都沒有實性 所以定義我們個人來講 是不能主宰 這樣 你不可能主宰 所以不可能主宰 有什麼叫做無五 所以這句說因緣所生的法實在無五 就是無五的所有 不是什麼東西是你自己的 你現在生苦病的東西 不是你自己有的 你現在是無關 現在是給你修容 是因緣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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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今天如果可以主宰這個法義上了解了 你的心空不接 心對這個世間的因緣所生法 你不要接著 因為這個生苦也不要接著 受病的所有人不要接著 這樣叫做什麼 空處無五 跟無五所有 就是心沒有接著生苦 也沒有接著這個心所生 他就是說沒有接著你的手臂的東西 這樣叫做空散脈 因為你如果有這樣 你的心就穩定 不會受到這個力靈經上來變化 你的心底 這樣 因為我們一般的人對這個優五的悲癡 你認識主人心亂 這樣叫做心無空 所以心無空 心不空 就是心無定 但是今天這年 如果是可以 大家一年所生法 對手臂所為 會變遷變化 不過你的心不動搖 這樣這個叫做空散脈 因為散脈叫做定 不動搖 心不動搖 不動搖 這樣叫做空散脈 再來第二 無上散脈 就是無上 是上無上 這個歷 Program 這就是 しま 對得做空散脈 現在令這三不動搖 剛剛 По寶賓 直接說 太匹三不動搖 主擁有end 一定 而… 啊… 它 就是… If 香港 你要不動搖 另一帶 能不能動搖 載這個心不動搖 五法, 連入二上, 以及三個, 六改, 七改, 無七改, 頂十上。 那麼這句話就是怎麼用的? 才能當十到三個, 因為無上, 十上的東西是無上, 但是世間的眾生都十上, 所以人是十這個什麼呢? 十這個連入上。 因為連入上, 還有一個六億上的。 譬如說議員, 嚴姓、體態、臨毛。 這個叫做連入上。 一般眾生都入, 都集成那裡。 但是呢,這個立環節別上, 它是沒有這個五頂上, 所以這裡比較說食生共味上。 沒有五頂上, 甚至沒有連入上, 沒有六改、七改、無七改的上。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徹底了解, 這個十上, 是無上上, 是因緣上。 但是你會空調無上。 這樣比較叫做因緣無上。 這個十上的變化, 你心有穩固, 這樣叫做無上山脈。 因為我們人生裡面, 我們有五筋。 這個五筋呢, 關到這個食生共味俗的五頂, 會生死的就是這個五色。 這個五色生死後, 體力異色的特變, 會分別。 那麼分別心就亂。 那麼這個心亂, 就是無三脈。 無這個三脈的頂。 但是你如果可以徹底了解呢, 這個就是食生共味俗的這個五番。 這個是因緣所生。 它雖然有上, 還是無上, 是因緣上。 所以你如果是可以徹底了解呢, 不要去吃中, 這樣叫做無上山脈。 知道嗎? 叫做無上山脈。 因爲一般的人, 是吃食生共味俗, 不然就吃人無上。 那麼有這個受傷的受定夾的人, 他偏你。 那麼他可能會產生這個欲解、 石解、無石解。 這個選擇的一種補經。 這樣就是無離開一切相。 但是今天是這個無上山脈。 就是你不吸一切相, 這個入到這個定徑,這樣。 這個叫做無上山脈。 第三個叫做無俗山脈。 因爲實體上不是著俗的。 這個叫做無道。 實體上是有著這個情理如飛空上。 所以這個呢, 他叫做是含褲底之褐無上二行上。 執底之因、湿、生、煙、 素雄、雄、燃之三脈。 那麼這個叫做這樣。 褲底的褐, 就是這個世間的褲底。 世間的褲底, 是道別。 因為人生裡面有二褲。 有數褲、有五褲、 有八褲、有十褲。 但是不是長期的褲。 是有時褲、有時褲。 還褲無定徑、褲無實體。 所以褲是道別。 我們長期的褲是道別。 有時褲、有時褲、有時褲。 要說到多褲,很難說。 要說到多褲,也很難說。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道別無上。 我們人的褲底這個褲。 就是因為集結來, 所以有閃、褲、有小褲、大褲。 所以長期的褲是道別。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呢,道別的無上。 但是雖然褲、有。 有褲,這是實在的事情。 那一世間法來講是有褲。 一出世法來講, 我們二世間的這個世上本來是無褲。 實體無褲,我們知道嗎? 不過呢,一世間來講, 雖有是無。 因為這是原生原本, 褲是原生原本。 所以這個叫做無俗三褲。 它是實相無俗。 實相不是原生原本。 因為一切褲是因緣所生。 所以這個褲, 褲變無俗。 但是你如果能夠原理做俗, 無俗喔。 就是說這個, 飛空中跟你的這個變化, 環境變化。 但是你不要再做俗。 就是心穩古。 因為這個褲無性。 褲無雄。 褲無雄就是褲無股定性。 無雄是說道別。 但是在這個褲, 靈靈你的身體的時候喔。 你就知道這個褲是因緣生出來。 褲就是因緣生。 但是你知道這個實體上本來無俗。 就是說實相裡面本來無褲。 所以在這個褲人條中, 你不要再黑白氣心動念, 再再做俗。 心情無雄。 心情無雄。 心情就是褲褲。 沒有再做俗。 叫做無俗三褲。 齁。 齁。 所以如果這個內容, 就是空, 實相為空, 實相是無雄。 齁。 再來喔, 實相無俗。 你如果可以穩定, 這樣叫做三三褲。 齁。 但是這個法義, 就是這段話裡面, 他這個正條大師, 他主要說這個, 有關空, 無雄無俗。 你無雄無俗, 有正。 這個呢, 我們現在來了解,齁。 就是這個正條大師, 他說這樣, 說自、處、下, 就說對這段文, 他再以後就對了。 這段文, 再下去講下去,齁。 齁。 他以為無, 改無為慣性。 因為這個什麼呢? 就說我們慣性, 慣性就是什麼呢? 心慣力, 還有儒力。 這樣。 你的心, 分發之後, 按照這個法義, 下去觀察到這個悉空的心理。 不過呢, 你這個慣的中間, 我們這個心慣有契合。 齁。 這句叫做什麼? 觀無為之慣。 因為一切法解無為, 聽到嗎? 要說儒為的作作, 這是世間法可以說, 但是實在裡面呢, 實在來說, 是本來本主不生, 跟本主不變。 齁。 一切解無為法。 為心面的儒為解空, 所以空為無為。 有做作的東西, 它的基本是空性, 所以空性本來就是無為。 所以它不可以說, 主處無為貫行, 所以貫無為必貫貫, 就是貫貫。 譬如說, 你如果知道, 一切法解無為, 體型本主空間的威, 那麼你主人這個心來的, 身上是一種淡白的生活。 因為你不會去證實世間法。 因為今天不能淡白的原因, 就是對這個明理, 這個問題與關為, 你會看不開,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說, 世間的一切法, 本來就不生不變。 本主的盤。 但是呢, 這是有在近你的生活, 旁邊的這些東西, 都就是因緣所生。 所以呢, 世間的人, 他如果是不孽, 當然他就正處。 但是如果, 你如果是體貸可以了解, 一切法因緣所生, 因緣所生的位, 那麽, 蠶子, 就是你蠶子, 也不會覺得開心。 蠶子, 也不會覺得這樣。 所以, 這個心就非常清新安樂。 齁, 我們知道齁, 這個就是用世間法, 這個心境的突破是這樣。 不過這句話來說齁, 他說, 今天, 如果是冠無為, 必冠淡得, 會落。 齁, 就是說你在世間上, 你生外了很快落, 但是, 二齡不正那盤, 你就不想說, 要趕緊積那盤。 這句話是在說這樣。 因爲, 如果有苦到落的對比, 當然, 我要趕緊二苦到落, 這樣就說, 要急促, 求這盤。 這句話, 如果要說是說這樣。 譬如說, 二生的生人, 他知道世間是苦。 但是, 他就是要求你趕緊那盤。 不過呢, 大生的菩薩道, 現在這句話是在說這樣。 齁, 他沒有想說趕緊積那盤。 他沒有想說趕緊積那盤。 所以, 因爲, 處在生世。 在這個生世中, 他世上就出生一世。 所以, 這個名字叫做佛祖無為。 因爲無為就是那盤。 因爲無為就是生世。 因爲生世都是有著作嘛。 因爲, 參生的這個歌曲出來。 但是爲爲, 這個大生菩薩道, 他就是知道了。 爲爲, 爲爲, 今天在一切法, 空生是無為, 就是生世, 雖然是優為喔。 齁, 不過, 爲呢, 爲在那盤中生, 爲因爲生世, 這個叫做佛祖無為。 因爲我要祝在生世中, 在這個教導的重心。 所以, 這個空, 無層無造。 呵, 他比這個精調太實, 比較語 affirm, 就是說三星重生. 不是三星重生。 就是三星重動XV, 進修的這個形。 呦, 這些空無組無造 。 不過, 他說, 它所缘的無怎樣。 就是, 他的身境所上的, 完全無解。 爲爲的勝任相的 和大生菩薩道相的。 他們的二生空間為在無貌 這句話是怎麼說呢? 從我們有特定一句話 叫做主法無貌 有特定這句話 主行無雄和主法無貌 有特定這句話 二生的性質 它冠到無人貌 無主貌到無貌貌 二生的性質 它冠到這樣 這個性供無貌 無主貌所以它沒有貌 沒有貌貌來做貌 但是中性是貌貌做貌 二生的性質 阿爾漢特和貴子佛 它就是沒有貌貌 所以今天這句話說什麼? 說二生空 二生痛的覺情 為財無貌 中性是貌貌做貌 但是二生生人突破貌貌 因為這個貌是原生的 所以不會為到這個貌來做貌 這個叫做二生不為貌 所以它在到無貌的該團 這句話說什麼? 一切法無息 因為它看到世間的一切人天法 都說無息 中性無息 一切屬上的變形無息 所以它達到這個空的一種覺情 因為主法本空 空的覺情 不然這個大生空觀 它就不一樣 大生空觀說無法不齋 大生就是菩薩道的人 以所想一切法無不齋 這個無法不齋 就是一切法無不齋的意思 所以這個領用說 以空法也空 空的法還是空的? 比如說二生生的一切法 空一切誤 但是大生菩薩道的人 一觀空也空 空的法有哪空? 我會有空? 我會有空,我會有空 就是說靈觀是心,可以觀無悟的心,還是空 這個法無悟空以外,再一切法改空 所以一切法定義無知,義無不知 所以空法基空,個靈不僅有空 就是說一切因緣法,它的基本也是空 所以它就沒有結束,救敵立反 這樣就比較好了解 但義生知道這個五是空 所以它就不為五則立,所以它救敵立反 不過呢,這個代性,代性法空 一切法的基本是空 所以空法基空 所以它沒有成功,要比較緊張立反 就是說生死本空 因為本來就沒有生死 但是義生生已經知道,情緒有生死 所以它比較快要解決 但是代性呢,它沒有說 生死和立反相對 不過呢,這個義生是以生死有立反相對 所以如果是沒有生死就立反 不過呢,這個代性說生死就是立反 這樣 這樣不知道好聽阿彭,聽阿彭,聽阿彭 聽阿彭,聽阿彭 這樣有差別嗎?有差別 所以義生生可以結束救立反嘛 但代性就說生死本立反 所以它說這個地方它不僅有空 其實是生死本空 其實是生死本空 這樣 但是呢,義生是以立反到生死最對待 最對待 所以這個是情條代書 它對這種空無上無俗 做一個結論是什麼呢? 好 那麼這個修學無上無俗 不理無上無俗為情 這句話就說 今天這個學法的人 學法的人應該要修 特教的這個無上 實上 但是呢,實上它又不是主族上 因為實上是無為上 所以實上無主族上 所以這個是求學的人 無論義生到代性 通常一定要修這個方向走 可是代性的 不理無上無俗為情 它今天你知道 但是生死後 當然它就沒有入生死了 可是它不需要這樣 用這樣做標準 所以這句話的代書 比較說這樣 就是情條代書 它比較說 二生無上 為財別體 那些人體叫別體 一真就是別的意思 真便 因為二生的人 你知道這個一切課 是反乎的這個教 但是反乎的教對對來 就是由接來 就是主因來 po 所以缺這個角 所以叫別體 只有一個概圈 那麽這個別 就是生死的角 但是當時呢 要受感情度 これ就是因 所以這 rolled體 就是解體 因為慎終ование 所以去月體 用信 所以名為禁止 香港你 due 從不正到更慰勢個人的解脫 那個淨帖就是叫做 二生的生人求你結束解脫 這個意思是說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淨帖 但是呢 大乘法裡面 這個大乘無雙就是一切法 他說一切法本來無雙 因為它是因緣所乘 但因緣所乘的這個雙 有與非有 無息 所以這句話就說什麼 一切法本來無雙 不過呢 要說無雙 可是今天在緩複的爛 要說無雙 不通 怎麼不通呢 因為它已經現現的雙出來了 因為世界沒有人也知道 有國中有了 這也看出來了 你要說無雙不通 所以負財主 如果說優雙 你怎麼說優雙 沒有 這個就是優雙 但是呢 一切法無雙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因緣所生的雙 如果是離開因緣就沒有這個雙 所以一切法無雙 但是大乘無雙在一切法 就說一切法 無雙無雙 齁 是原生的雖然有 但是無實在性 這樣 所以那個叫做無實在性 因為一變嘛 像大人結緣比較慢 就是說 一個禮拜再反射這盆火 還在呢 還是熱人結緣很快 是因爲因緣所生 受氣候 受水分 它可以變成結緣 所以這個叫做 失誘不說 是誘是非誘 所以叫做一切法無雙 就是我沒有固定的雙 因為它是生病的雙 所以這個大乘無雙就是一切法 但是二生無種 不做生死的 因為二生 但是這叫做一切法無雙 但是這個大乘無雙 就是一切法無雙 所以他就不做一切 生死的解決 這句話是應該說這樣 還是大乘無雙 但你不做 他沒有做生死的解決 二生的生死 它知道 寫什麼話 明白 jesteśmy 看看這個 口口就是一選 寫疑 那麼這個 這個疾病就是他不會去做生死的疾病 怎麼說不會做生死的疾病? 他的內心沒有貪心痴 他比較堅強貪心痴的疾病 而沒有做殺毒癮 沒有做臆口、記憶、妄言、妄言 以及相關的一切貪心 所以叫做沒有做一切的疾病 但是這個是苦疾病 但是疾病裡面還有分證兩種 就是生疾病到臆疾病 但是做生疾病還是流生死 做亂疾病都完全流生死 這句話請大家記好 怎麼叫做生疾病、流生死、亂疾病 因為這個生疾病和亂疾病 都總是優老 這個意思都要請問什麼呢? 這概念前面說為著我 有時候為著我來做生 為著我做生 為著我來做亂 所以這個叫做生死兩種的疾病 譬如說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做生 如果不是每一個生疾病 你為著我來做生死 這個叫做生疾病 生疾病 生疾病還是無癢疾病 生疾病還是無癢疾病 有人為著我 為著生疾病來做亂疾病 所以這個生疾病 生疾病還是無癢疾病 生疾病 這個好比什麼呢? 好比虛空 八分還是疾病 五分還是疾病 這樣聽好嗎? 虛空是腹瀉 不過你八分跟背來 和疾病 虛空就沒看到了 以前八分 十三 十太陽 到十月 五分 十太陽到十月 還是疾病 八分 十太陽到月 還是疾病 所以眾生的兩眾疾病 善疾病 都說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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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好嗎? 就要符合到這個 如來中的情情 所以說菩薩佛做一切 為什麼菩薩佛做一切? 因為菩薩佛做一切 佛佛做一切 佛做一切 佛做一切 但是佛做一切 佛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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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羅漢沒有要收錢到沒有 在這個經典裡面有記載是什麼樣子 有一位尊者 已經二歲了 人家自己做一間廟出來 那個尊者是阿羅漢的 但是有一天這個阿浩王 和他的母親從那裡過 從那間尊者的廟過 但過尊者的廟之後呢 現在他的母親就說 這個尊者在生的中間後 他得到多點 他受過程受到怎樣 現在已經正過了 但是阿浩王說什麼呢 說尊者尊者 你雖然解脫 但是你對世間無業 我聽聽嗎 你不會貪這個共養者 我一分錢給你共養 一分錢給你共養 但是這個尊者 因為他生的中間受過程 他消欲比獎 聽嗎 他當作一段 當作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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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去共養 所以他在主秀中 他不想向共養 他只能獨立 他不想向共養 但是那個時候 阿浩王有 阿浩王有 讚嘆 所以這個 就是要跟我們 比如說 阿浩王道的人 他不做善善 就是說他沒有做善善 也沒有做善善 所以他整化他的心 整化他的心 之後 所以他進去各個別的解脫 但是這個菩薩道 是收一切善善 但是不集一切善善 聽嗎 所以他就要有收一切善善 他對眾生 社會 國家 優惑 但是他並沒有想說 我去盜眾生 這個叫做不做一切 他心有去做善善 但是他沒有 他有實在去做 但是他心沒有去做善善 這樣 這個叫做善善善 聽嗎 就是由出主主來中 這樣叫做善善善 但是阿浩王不集一切善善 他沒有去做善善善 所以不敢說 你對社會無業 你對國家無業 你對眾生無業 我可以共用你一文字而已 不過他連一文字就沒有去拿 你聽嗎 聽嗎 如果今天這個善善善善 菩薩德說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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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要造作 要造作 優管政法人心的這個國中的一種種種 它比較有東西可以做 我們聽到沒有 所以菩薩德的人很富有 但是富有對對來就是對地主 眾生 才華中來 聽到沒有 就是有富有 它比較發動會怕 沒有富有 發動不會怕 所以阿佑王的意思就說 他國王要奉獻給出家中 他要奉獻給菩薩德的人很多 讓他更加優惡眾生 所以他對阿佑說你無惡眾生 所以我一文字給你就好了 我們知道齁 意思是這麼說 我簡單做一個譬如 譬如說今天事實說在這個時代 菩薩德是含這些眾生道靈智慧 但是含眾生道靈智慧呢 當然 含眾生道靈智慧呢 當然 國中的一個開消很大 唯心的課要含眾生就是要度眾生 所以菩薩德都說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那麼阿佑王就是獨身心 他主修而已 所以他的菩薩非常少 我們聽不懂 不過菩薩德的菩薩很大 但是他菩薩很大 是都用在中心的心上 所以現在這個傑說的就是附帶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聽不懂 因為這個 太神菩薩德的佛 佛佛相修佛古著 那後呢 他要留實就是這個太神菩薩德 是比較好留心 但是這個佛 如果是沒有位 那麼這個也沒有好留心 我們知道齁 就是說我要做 不過沒辦法做出來 沒辦法做出來 不是我們眾生無敵法 甚至還在魔法 還在強 這個就是說 一定要有這個好 那眾生有好 眾生有好 如果有好 他可以繼續治完 這樣事情比較好做 那如果眾生他就不完 他就有好 但是眾生服隊回來 就是下見探子來了 齁 所以他可以說 注意 你若是假發生過 我就可以假為你做一些工作 那你若都不要發生 我就減做一些工作 我就比較映仙 也不可以映仙 就比較映仙 就比較映仙 這樣 齁 所以這個流行是頂於最負最性 聽到齁 但是今天 如果是政法 公明 那麼這個魔法就黑暗 就消 這是消中 齁 不過這句話是跟我們說這樣 大生是無所不足喔 但是大生的人 他本身就是不執一切法 絕對沒有執法 齁 齁 所以這句說 佛醫無所不足為清 聽到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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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是這樣齁齁 魔教法力的時代 那如果眾生散佛鐵術 他本身又在 如果有福報 當然是最好 有福報的人下見探子 那麽這個佛法比較好整頂 那如果有福報的人不兇下見探子 也很難做 齁 齁 因為我們所得的 還是有主委發心來的 你們來的發心 我們就假作我工作 但是做工作 為什麼要做 為你們做的 做頂為這個什麼 是一種這個 叫做憲法的順患 齁 齁 這個眾生不穩定 就是我們人的地背式裡面 有各種不同的經濟 齁齁 所以佛法要改 改這個三無老 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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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和俗衛有相關 那麼來呢 這個齁 正俗衛 來 有一個叫做正義 啊 正這裡 正量 這兩三四五 和一個正秦 就是正正秦 正秦 正秦 正秦就是正正秦 這兩三四五六 七塊這樣 這樣知道齁 八正道六佛六密 和三無六 這個內容就是在不一樣的道長 不一樣的法義 不一樣的眾生 和講出不一樣的這個 又是名秦 但是內容裡面呢 是類俗 是類俗 要很注意 那麼這個 知道齁 這三條 這四條就是正義 這三條就是蓋 這四條就是正正 這四條就是正正 這四條就是正確的正確 我們知道齁 因為正確沒有正確 我們大家做正確 我們了解齁 這叫做正明 為什麼叫做正明 因為 所以 向外的俗俗 才會用這個正明 叫做正明 叫做正確 正確的正確 那麼這道正確 就是正確的行為 那麼這個正義 就是講話要的正確 不能亂講 小小講 對講 不對講 他以為講到整個好好的人 一句就不用講 這樣 不過 你自己想會這樣 有一個人 寄講話沒有一句好話 寄開嘴沒有一句好話 對不對 你們旁邊 不知道有什麼儲備 寄表 寄講話就是要做人 齁 那麼這個要很注意 因為 他自己的齁 來 我現在跟你講 再來 今天 我們重要 就是這個量心主 因為我們要講的那個心不聽到齁 就是沒有正確 只要說 如果有正念 就是正確 有正念 就是正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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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黏 叫做黏心主 你今天想黏 在每一段 每一段的生活 你都不會黑白去 什麼黏 這個叫做正念 叫做黏心主 所以我現在跟我們講 你如果是真的有這種水準 你絕對 二個以上 二個 我跟我說 四個落下的二個 你在主修裡面絕對二個三個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會黑白想念 每一段落 你都非常 那個想念 都正確 甚至都穩定你個人的心主 我現在說一個比較簡單 塞車就是塞車 吃飯就是吃飯 睡就是睡 倒下去就睡 有一個神主 有一個神主說這樣 說 你說 你最近怎麼沒有去睡 他說 有了 我每天也去睡 你怎麼睡 他說 我照相 打醉 打茶 吃飯 放菜 放酒 睡就睡 睡 這樣 都這樣比較對 而我反腐也是這樣 他說反腐也不同 反腐在每一段生都會有5量的夢想 我講清楚了嗎 但是這位神主 這位神主 人家說我也是萬宅大水 萬宅破茶 萬宅吃飯 萬宅飩 萬宅這樣睡 所以我跟反腐也不同 從這個念心出,因爲它穩過,經過國中的這個夢念出來 這樣是不是這個定心?